这两盆红薯我种了8个月了 这一盆我种了4颗 这一盆我种了1颗 然后相同的品种 相同的施肥方法 相同的管理方法 那究竟这两盆的产量 哪一盆会比较高呢 我们挖出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挖这一盆只有一颗的 行 尽量不要 从外面看不到有没有红薯 这是什么 哇好夸张 居然这么多 哇塞 你们猜这连着有几个 1234 看一下有几颗 还是把它摊开来吧 123456 6颗 我觉得这个产量还差了一点点 那我们看一下 一盆种了4颗的产量 会不会比这个多 这一盆种了4颗 一个藤 两个藤 三个藤 四个藤 好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哇 哎 哎 现在也是看不到有多少啊 我们 给它 挖出来看一下 哎 从正一面可以看到一些 陆陆续续可以看到一些了 感觉好多都是小的 长得有点小 毕竟种了4颗 争夺 同样的养分 个头就比不上一盆种一颗的了 哇 好多小地瓜 哈哈哈 有可能这盆种4颗的重量会超过那一颗的 我们 到时候称一下 A few moments later 好这一盆4颗的 大概就这么多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这一盆 好 这一盆 一颗 一盆 四颗 那如果你喜欢吃 小个的红薯 就一盆可以种4颗 那如果你喜欢吃大红薯呢 就一盆种一颗就够了